今天是我在任內最後一次跟大家在總統府見面 我們賴副總統 也許是未來的總統也在現場 不論是政府和環保團體建立的溝通平台 或是各位的建言案 都會交給我們新的政府來處理 今天不只是交接 也是交流 期待大家提出寶貝的意見 也再次感謝大家的協助 協助政府推動各項政策 今天是422世界地球日 在座都是全心全意守護環境的夥伴 我要藉這個機會感謝大家為臺灣所做的一切 也謝謝各位跟政府一心努力 讓臺灣邁向永續發展 這幾年來 各位環保夥伴和政府所建立的溝通平台 已經可以作為各政策領域擴大公民參與的示範 尤其從2019年建立列管制度到現在 環保團體這5年所提的建議員案 已經有將近7成解除列管 這也是各位夥伴和各部會共同努力的成果 也帶來了臺灣的各項環保問題 我們一步一步的找到公私協力解決的方法 這8年來 我們積極推動溝源轉型 並且已經展現出成效 截至今年而言 我們光電加風電的裝置容量 和8年前我剛上任時相比 已經增加了43.7 幅瓦 目前離岸風電的風機也已經安裝完成256座 累積裝置容量達到2.37 幅瓦 臺灣不僅成為世界上少數離岸風電 突破2幅瓦的國家 再生能源的發展也在兩種地區位居領先的地位 有機構上的方法 並且向下方的市場 並且在這位居領先進入 發展也在在這位居領先進入 兩種地區位居領先進入 一種地區位居領先進入